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突围聚焦国企在新时期脱困和发展的艰辛成就 赞颂了一批在国企改革和发展中 欧薪沥血的党员和群众 因此今天我们就用国企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话不多说 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他们分别是东方卫视副总编辑周杰 欢迎您 欢迎 浙江卫视总编室主任沈云 欢迎您 欢迎 浙江卫视电视剧采购部 刘刘 欢迎您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 陈骁 欢迎您 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影视版权中心高级总监李黎明 欢迎您 以及优酷剧集中心总制片人 盐丹丹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的到来 首先有请东方卫视副总编辑周杰上台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影视行业的嘉宾 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 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精品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突围开播的发布会 我和我的同事们对幕后台前的各位主创们 为成功创作这部电视剧所付出的努力和精心 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天是10月22号 也是长征胜利85周年的纪念日 1936年的这一天 红一 二 四方面军是突破了艰难险祖 在甘肃的惠宁惠师三军进开言 习总书记曾经有过长征三问 长征中能活下来的人有多少 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 图的是什么 后来习总书记在广西谈到第四问 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成功 这四问分别是奋斗之问 信念之问 初心之问 奥秘之问 就这第四个问句 习总书记的回答是 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 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 是的 人有了奋斗 信念 初心 且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 定能成功 我记得2019年的4月份 在我们东方卫视的夏季招商会上 当时还叫人民财产的这部剧 就来做个推荐 现在终于能够播出了 我想对于上海要客 对于编剧周梅森老师 对于两位导演 对于主创目来说 这都是一场关于信念 奋斗 初心的真诚 同样 东方卫视也在进行媒体融合的突围 在台集团领导的关心下 在SMG副总裁 东方卫视中心总监 王磊青的直接领导下 我们整个卫视团队 带着初心和使命 从激烈的电视剧竞争中 奋力突围出来 在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剧中 东方卫视的剧场连续两年 蝉联卫视剧场第一 共有14部电视剧 排名同时段期二 在20位中 有9部电视剧出自东方剧场 占据半壁江山 东方剧场的经手之道 就是现实主义的关照 就是要坚持都市气质 大剧品项新鲜多元的特点 打造中国都市剧精品剧的第一播出平台 近年来东视剧场已经逐步形成了 恒与纵的布局 恒就是从时代 国家 社会家庭的视角 分别成功播出了大江大河 在一起山海琴 功勋等优秀电视剧 纵就是在不同的行业 领域等条线 分别成功播出了安家 精英律师 猎狐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在纵横两条线中 在一起安家都是上海药客的出品 也是感谢吕超总的支持 今天呢 我们聚焦国企攻坚改革里程的 又一部精品的一作 突围的播出 也是在东方卫视剧场的 现实主义内容矩阵中 又将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我们将不遗余力的 联合片方 做好节目的传播 传出去 播得好 最后预祝电视剧突围 开播顺利 收视长虎 谢谢大家 感谢周杰的致词 请到台下稍作休息 接下来有请爱奇艺高级副总裁 陈骁致词 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 然后今天参加突围的发布会 也代表网络的播出平台 说几句 这个句呢 实时代表用户说 大家期待已久 上一个注意在前的好作品 前一部已经 我没记错 应该好像是17年的时候的作品了 四五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大家等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今天终于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我觉得对突围 我们都是充满着期待的 所以也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创作者 在这个过程中这么久 持续不断地在去深化这个创作 和我们的主创 各个老师一起把它打造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 好作品面试前的第一步 那么现在今天就来到这个第二步 我们怎么一起协力 能够把它播出宣传的好 给这个作品的内容 一个好的社会影响 和给大家一个真正的 这么多时间努力的一个交代 这是从今天开始做的事情 代表平台没有别的多说的 在这个时候好好宣传 好好地引导我们的用户 正面地让大家来讨论 参与到这个内容里面来 给这个作品的生命周期 在热播期做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作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也是和在座的我们主创 演员 制片公司 各位要一起协同的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多多保护 这样的好作品 给它一个空间 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 发光 发热 影响更多的人 谢谢 同样感谢陈骁的致辞 请台下稍作休息 下面有请腾讯在线视频 影视内容制作部 影视版权中心高级总监 李黎明致辞 谢谢各位的今天到这个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活动 代表腾讯这个播出平台 是简单说几句 第一个就是 要客是我们非常合作紧密的一个老的合作伙伴了 然后也是跟我们一起成功的 播出过很多成功和爆款的这个作品 所以我们对这个剧的内容也是非常的期待 然后昨天在我们播出了第一集之后 今天上午收到的数据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是我们目前在播剧里面最好的一个播出的成绩 所以这个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第二个就是 无论是大屏幕上这些 众多的这个演员的主创 还有背后很多 为这个剧付出的主创 我们也都是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第三呢就是作为播出平台 我们会持续的去为这个剧投入资源宣传 以及保驾护航和共同的努力 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再为这个爆款的电视剧 做一次庆功的活动 谢谢大家 感谢李黎明的致词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的致词 田磊我们都知道啊 突围作为一部年度现实主义精品剧 必然是离不开主创团队的精心雕琢 是的 没错 下面有请编剧周梅森老师上台和我们分享一下突围背后的创作故事 有请周老师 首先 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我突然想起这个三年以前吧 在参加这个王磊心那个台长主持的这个上海东方卫视那个造商会 我当时在会上想 我说这是一部我最想写的一句 那么历经三年的这个磨难 今天终于在昨天晚上和大家见面了 我一个心呢也落地了 应该想说三年我一直全的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我们的主创团队编导演都付出了艰苦卓卓的努力 我和沈妍的合作呢非常愉快 因为这个终于是在南京拍的 拍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去看回放 我一世又一世被静东 被燕妮 被黄志忠 被秦兰 被耿勒 被这个 这个这个 大家的表演 一世是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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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不是 这一点假话都没有 我觉得 今天在座的这个 哦 还有批丹 还有一学席 那个黄炳原是我的老朋友了 那个张萌 张萌的第一部戏 他出道第一部戏 就是拍的我的我主陈福 还有田雷 啊 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 我就是在这三年中 呃 应该讲是配合了 这个 呃 配合这个药客 一世一世的呃 呃 今天呢 终于可能要见面了 所以说呢 我这个 我是非常 呃 就是这个 反正 对我是出动非常大的 那么 我还要再感谢 就是 咱们那个东方卫视 浙江卫视 这两大卫视 一直坚定不移的 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 是我们 能够今天 在这里聚会 庆贺 一部大剧的诞生 我相信 这部剧 必将留在 中国 电视剧的历史上 谢谢大家 感谢周老师 分享 来周老师您现在 稍作休息 一会儿还请您上来 好 相信经过周老师刚才的分享呢 我们大家对突围这部剧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突围是一部 以荆州为故事背景的群像故事 剧中可谓是高手云集 没错 就比如我们俩 在里面也是精英嘛 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的突围啊 只播出了一天 然后呢就上了好多的热搜 火爆程度呢也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圈中的朋友都跟我说 哎呀祝贺祝贺呀 有的就说说哎呀怎么才播一集呀 不够看呀 还有呢就说的最多的就是说 突围这部剧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阵容 其中呢就是有一位 他的这个扮演者呢 他一出现他这个造型 就上了热搜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今天呢 他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就通过一段VCR 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话说 大家好 我是陈晓 在电视剧《突围》当中 饰演的是记者秦晓冲 秦晓冲是一个内心较为正直 为人做事比较机灵 带有一些社会脾气的人物 擅长大型题材调查 对反腐问题比较敏锐 在这部戏里边也会碰到一些老熟人 比如说像蓝姐 秦蓝姐是他第二次扬我的领导 所以大家也很有默契 还有田雷是我跟他 都不知道第几次 第三次合作了吧当时 我们两个人作为年轻的演员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第二天 比如说有我们的戏 头一天晚上我们都会聚在一起 然后对剧本 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刚开始订装的时候 秦晓把我头发剃了已经很短 但是还不到现在这么短 但是我记得沈妍导演要求 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更短一些 然后就是剃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然后当时我的胡子也没有那么的浓密 沈导说希望更加的浓密一些吧 他会觉得这样子的话 更听卸这个人物 其实当有了这个造型以后 他会辅助我表演上 让我很快地去相信 我自己是秦晓冲这个人物 观众们总会觉得 会默不清楚 包括你们刚开始看的时候 可能也不知道秦晓冲 他到底是蒙冤入狱呢 还是真的有一些 曾经犯过一些错误 有一些瑕疵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锁定 突围这部电视剧 看看秦晓冲的结局 到底是怎样的 感谢大家 田蕾 刚才我听小儿在这个视频里面说 说你们俩都是年轻演员 他是不是对年轻这个词有什么误解 姐 我们俩是同龄人 不可能吧 那为啥我怎么近距离看 那你比进东老师 黄胜蓉老师都长得着急呢 姐 这不能怪我 怪他们俩太年轻了 好吧 刚才在这个陈晓的VCR里面说 说你们已经是有三次的合作了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 你们两个在剧中的这个关系 对 我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合作 这一次呢我把他硬拉过来做合伙人 前两次呢 他是我的上级 我是他的下级 这一次我翻身了 我是上级 他是下级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每一集很精彩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主演 耿乐 高欣 黄品源老师 有请 好帅哦 三位 刚刚陈晓在视频当中提到了入狱的情节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位牛总有关系 牛总 耿乐老师 对 我不知道 因为第一集我昨天播了 但是至于剪的节奏 具体我也没 你是不是准备养的极数多一点 再一起追 对 是 然后因为昨天第一集播的时候 我正在赶到上海的飞机上 然后呢 但是拍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陈晓的那场戏 就刚才在VCR里播的那场戏 是很早拍的 好像就是第一天拍的 就演的这么好了 一秒入戏 说的就是您 那要感谢周梅森 他笔下的这个人物 精彩 然后当然还要感谢沈颜导演 刚才秦岚还在底下说 你这个形象也是挺突破的 跟我以往都不太一样 确实 沈颜导演看到我以后 他琢磨了我半天 就是我在试妆的时候 他站在我后边 我在镜子里 他看见他 我看见他琢磨我 他琢磨半天就说 你这部戏从头到尾不要化妆 然后我建议你把你的头发型改一改 所以就最后就改成了片子里那个样子 嗯 这部戏总有钱 那必须找他要 哦 原来是这样 好吧 那也不能说太多 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多看 多追我们的剧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后面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幅的这个关系海报 那从这个海报里面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耿乐和高鑫是在一起 是在荆州中福共事 是不是 高鑫老师 那您饰演的皮蛋介绍一下 对就是这个人物很好玩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皮丹 但是在剧中呢 很多师兄弟都关我叫皮蛋 然后甚至有人指着我鼻子让我滚蛋 从皮丹到皮蛋到滚蛋 对 因为我在剧中呢 有一个好妈妈 然后我的妈妈呢 有三个好徒弟 然后我就仰仗他们的威势 然后跟他对着干 还有人给你撑腰 对对对 主要是我在剧中有很多人在给我撑腰 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可以剧透一点点就是 我不算一个坏人吧 哦 你特别好 特别好 刚才东哥在点说 啊反应非常大 是不是 坏人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坏人的 嗯 好的 谢谢高欣老师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的黄品源老师 海报里面和大家的位置好像都不大一样 非常的特殊 黄老师赶紧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 嗯 不太一样是因为 他在地方上 易学习是一个地方官员 跟中福集团的交接并不是很多 嗯 在这个片里面是改成理学习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学习 只要是在学习就会有进步 嗯 而且 不管怎么样的理学习 黄学习 易学习也好 都是人民的公仆 都永远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周梅森作品的精髓所在 谢谢 嗯 谢谢黄老师 嗯 蒙姐 你在这部剧当中饰演五大美人 听说是知道最多秘密的关键人物 这一次你是饰演好人还是坏人啊 哎呀 嗯 一言难尽啊 懂得自然懂 嗯 但是我确实知道一个秘密 就是这五个亿到底是去哪儿了 我知道 去哪儿了 我不会告诉你的 乖乖在家追剧好不好 我管我老婆要的五个亿 你知道去哪儿了 反正我 对我知道的挺多的 虽然戏份不多 好 从大家分享来看 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角色性格鲜明 拥有自己的故事线 那就请周老师点评一下 演员的表演和角色的匹配度 这个 台上的四位演员都非常优秀 因为这个 虽然我们在生活中是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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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田雷拉下 肯定把田雷拉下 但是呢 蒙蒙呢 张蒙呢 张蒙是属于 友情 友情 穷勤 支持我们这部系列 因为戏份不多 所以说我 在我的这个印象就是四位 那么 非常优秀 尽管我们生活中见面不多 但是呢 三年中 我不断地看 不断地看这个 咱们这个袋子 从六十二期 看到六十期 看到五十八期 看到四十五期 又看越少 但是呢 你们的精彩的形象 这三年 你们像家人一样 生活在我的身边 那么 我说这个 比如说耿乐 耿乐是 当时是那个 他 严厉推荐的 严厉我去咱们 同一世 谈说 严厉推荐的 我当时还想 我都耿乐 这个 这个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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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比较那个 直爽 这么一个 矿工的 这个领导 像不像 事实证明 非常像 他不在自己塑造了 他的艺术生涯中的一个 新的 艺术形象 也给我们的文学画廊 增加了一个 艺术形象 那么 皮丹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 而且呢 我经常呢 就是说 被他的一些精彩的表演 看得我哑然失笑 我觉得皮他的浑身斗着气 那种 那种那个 只抓拳 不干活 建了 这个 这个 把这个 一个懒政的 不负责任的佛系干部 演得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那个 品源是我的老朋友了 人民民意合作到今天 那么 义贯之地 保持了他精湛的那种 艺术品质 艺术品质 我对品源非常感谢 也有些暴愧 一个把这个名字 名字 也改掉了 这个 这个 后来这个 有一条重厂协 也 也根据有关部门要求 也杀掉了 嗯 但是这 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 至于内部参考资料 还可以留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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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不怪你 因此 品源是有些 有些损失了 这一次 呃 那个 田雷 非常优秀 呃 他这个李顺东 表演的 也是超出了 我的预想 他是咱们要客的 签约演员 那么 那么 史前我看过他一些作品 那么 印象不太深 但这是 田雷我留下了一个 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醒来又演了我的 大博弈 正在 正在青岛拍的一部 四十集的 呃 一部大剧的 一个 副总经理 演的 我说 剧透一下 演的 相当精彩 谢谢钟老师 啊 谢谢大家 再次 感谢五位 不四位 五位 谢谢周老师 感谢周老师的分享 呃 大家听了 我们几位主创的介绍 和周老师 创作心得以后 可以感受到 我们剧集之精彩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 突围 好 接下来我们几位主创 先在台上合个影怎么样 好 奉剑 来 一起合个影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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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台下就坐 下面要出场的这几位 戏里戏外啊 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我们的主演 近东 严妮黄志忠秦岚上台 有请 呃 帅哥美女啊 真的太扬眼了 扬眼扬眼扬眼 哎呀 要不然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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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使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怎么用到增加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天晚上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争较光 看规模 这是什么让回事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不吝点赞 订阅 也订阅 与点栏目 也是有一定的限制 然后还有一个口 就是他的湿地等于空降到他这 他其实是不满意的 但是因为他们又有情感 他也就是说他所有的 所以说这个人物还是很复杂的 他有一个工人的工 其实他是从一个厂工作起来的 然后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木 我在想呢 就是这个戏是一个裙向戏 是一个男人的裙向戏 可是石鸿杏它不是一朵花 它也是一棵参天大树 然后它又很纠结 它有个角丝旁 它一直想往上 所以我刚才在看突围这两个字 其实就是这个跟石鸿杏一样 人总是要突围出去 可是这就是这个人的复杂性 我想这个希望观众慢慢地去品吧 谢谢你们 谢谢 志忠哥 我特好奇啊 就是您在三位当中是大师兄 那您对你的师弟和师妹 在剧中有什么样的印象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你自己作为大师兄 想说点什么 在剧中我们三个人经历了一段 非常不寻常的一段人生经历 近东呢 这个出场给我的印象就是 很听话 很 我说的是人物啊 很服管 后来慢慢翅膀硬了 就不听话 对 然后石鸿杏呢 是演我的好妹妹 从小到大都是好妹妹 到最后 我提醒她 只要你听话 你依然是好妹妹 对 威胁是吧 对 就是这样 对 那您自己呢 您自己呢 我林满江是大师兄 在这部戏里就是演一个国企的干部 好的 那么三位呢 其实也都算是我们职场中的领导和佼佼者 那么今天在场呢 也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大家特别想让三位分享一下生殖秘诀 要不然从大师兄开始 生殖秘诀 对 听话 听话是吧 对 听话 大师兄理解是听话 对 守住底线 心中有爱 有畏惧 有规则 好的 那那个二师妹呢 我觉得大师兄说的对 我要听话 三师弟呢 首先得说一个前提啊 就是是剧中 还是说生活中 其实我相信大家想知道的是生活中 哦 用东哥的智慧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生活中那我也只是觉得 我觉得啊 我觉得应该是首先还是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然后 起码要认真 我觉得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有担当 嗯 担当 我觉得方方面面的担当 所以不管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 我觉得 这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 一个素质 嗯 要剧中的话 其实智忠哥刚才说的很清楚了 嗯 嗯 我为什么一直生不起来 因为他就是不听话嘛 哈哈 所以所以这个 啊 什么 所以就千年老二 千年老二 千年老二 千年老二崛起了 嗯 好的 谢谢东哥 啊 好 蓝姐 嗯 之前啊 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特别的温柔 嗯 然后您在这个剧中呢 身份是荆州时报的社长 对 然后您也说过 好像是个母老虎 那你跟大家说说是多虎 多虎 因为昨天刚播了第一集 第一集大概可能觉得确实有点凶悍 对自己的老公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跟东哥合作 以前东哥在我心中印象中特别高大 男神一般 然后是种很威严的 我一看剧本 啊 我天天要这样数了老公 然后骂他 我心里有点忐忑 有点不敢 但是我觉得东哥还是特别好的 很快地带我入戏 他就是一下子就一秒钟就进入角色 就是包括我们两个很多对手戏 就是他表现的那种 嗯 既想听你的 又不愿意听你的 既尊敬你 又爱你 然后又想自己捍卫自己的位置 这样一个男人 就表现特别游刃有余 但是我觉得这个母老虎其实是一个表象 其实我觉得方家慧是一个护肤狂魔 因为他不想让他做一把手 一直执意说你就是千年老二 无非是不想让他出头 想让他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对对对 因为他是我们家里的一把手 所以他知道一把手的难处 我特别想知道啊 东哥一直说在家里也是二把手 你看这回工作上已经成为了一把手 后来有没有在后面的剧情 在家里也一跃成为一把手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周老师写的还是非常准确 并且深刻的 你在工作任何一个领域 你能成为特一把手 你在家里仍然还是二把手 这是一定的 我们此处会有掌声是不是 二把手的先乐了 台下的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听着点啊 李先生 没有开玩笑 好了 那刚才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主演的 也都一直在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周美森老师 不是 你刚才说了一下 不好意思打 你们家不是这种格局吗 没有 我们家的格局飘忽不定 不不不不 可能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一把手 是吗 好的 我们私下再聊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次有请周美森老师上台 周老师 你要上台了 要上台了 啊 你要上台了 要合影了 要合影了 周老师 您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耳朵不行 啊 就是我来点评是吧 您想不想要分享点什么 今天很荣幸 和我的这个和我这个这个塑造出来的这些人物 被他们用 经过他们 经过他们 生动演绎成功塑造的人物在一起 就聚会在一起 他们这些人物 这几个人物的塑造啊 我先从黄志宗大哥 黄志宗这边说起 我过去 我看了黄志宗很多作品 很多作品 但是 不是说我 喜欢我自己塑造的人物 是因为黄志宗演的太好了 我太太呢 过去呢 很不注意黄志宗的 她是 近东的这个粉丝 近东的粉丝 那种气场 折腾 折腾 你折腾近东 把人家近东 折腾死了 那么可爱的近东 你怎么能这样折腾人家呢 那还不是因为您吗 还有那个 那个燕丽 燕丽塑造这个成功性 和当燕丽 我看燕丽的作品 从东找过来开始 一下子就写回来 后来燕丽就是加盟 我是非常振奋 我记得咱们喝了一瓶茅台 喝了一瓶茅台 那个 呃 这个吕朝那里 她的加盟 给我们 这个文化呢 贡献了 一个新的 严离式的 国企高管的形象 严离式的 生动的 这个灵动的这么一个 呃 人物形象 非常精神 非常精神 那么 那个 这个 这个新兰呢 扮演了一个 非常可爱的 经常欺负近东的 这个 老虎 嗯 一个 又年轻的太太 又是一个 暴晒的主角 一方面 要面对着暴晒的困境 一方面呢 要面对着老公的困境 有时候也出来说主意 啊 也出来说主意 那么 就是 这次 然后就是近东 近东你说多么 他面对的困境 一方面是 企业的困境 一方面呢 是 你还和这个 石鸿杏 两边 你们俩联合 用战略合作 来欺压了一下 近东 那么 所以说 近东在这个剧的表演中 完全摆脱了 过去 近东的 你演了很多总裁 演了很多这种 这个 类型的干部 但是这次 完全摆脱出来 演出了它的复杂性 而且 尤其到最后 就是说 那种 相爱相杀 那种 为了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 不遵守潜规则 真正的 做一个优秀的 党的干部 当地 国企的这个 这个 优秀的领导人 守护住人民的财产 这个 一方面是 那种矛盾 一方面 你们 这个关系 又是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这个 这个复杂性 演得非常好 非常成功 非常出彩 那么 我这里 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呢 锁定 这个 东方卫视 和这个 浙江卫视 收看 他们 这帮 演员的 精彩的 表演 大家想象一下 燕尼 黄志宗 和这个 静东 还有这个 新兰 他们会怎么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 他们 作为兄妹感情这么深 到最终 你是我我 他的故事 会随着我们 电视剧的进展 剧情剧展 一步步展现出来 我相信 大家 会喜欢他们 好 再次感谢周梅森老师的 介绍 那么 最后呢 我们就有请我们台下的所有的领导嘉宾 还有我们的主创上台合影 留下这样一个美好的瞬间 好 有请大家上台 好 好 可以 站在下面一点点 那还有面光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听话 让我们分两排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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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等会 大事 那么 是啊 那么 好 冬哥帅不帅 稍微往右边一点点 不好意思 我们稍微往右边 现在可以吗 好的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再来一张 我们来点个赞的手势 祝我们突围收视肠红 步步高升 好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来的所有的嘉宾和朋友们 今晚呢我们突围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见面 请大家继续关注 民主生物会与大家坦诚相见 知无不言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更多精彩的剧情在后继等待着各位 请大家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观看今晚的精彩剧集 腾讯视频 爱奇艺优酷也将同步上映 今晚精彩剧继续 敬请期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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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